江慧原名江淑慧 有一个妹妹叫做江淑娜 江慧家中排行老二 所以也叫二姐 江慧是台语天后 从十岁就开始唱歌 一直到了五十四岁 几乎唱了半辈子歌 作为台语歌天后 江慧2015年的告别演唱会 非常震撼 预计开十六场告别演唱会的 但是没有想到 几十万人在网上抢票 导致了整个系统 都处于瘫痪状态 在协商之后 为了让更多的歌迷 能够参加江慧的告别演唱会 增加了九场 九场演唱会的门票 在短短九分钟之内 就全部售完了 可见江慧在台湾的影响力 是非常巨大的 江慧的事业发展一帆风顺 但是江慧的感情 几乎就是一片空白 也许和家里穷只顾赚钱有关系 也有可能和对爱情的 至高追求有关系 不管是哪种原因 江慧承认过的恋情 屈指可数 一段是和台语歌手 洪荣洪 但是因为洪荣洪那时成名比较早 家人怕耽误影响他的发展 两人就此有缘无分 后来虽然复合过 但是依然没能走到最后 还有一段 是他和美国男友十年的恋情 但是因为南方要求结婚 而江慧放不下妹妹 就这么结束了 这段感情结束之后 飞玉清的哥哥张飞 对江慧欣赏已久 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都知道张飞作为台湾 综艺节目的大哥大 是个性情中人 绯闻女友从来就是没有少过 还离过婚 有两个小孩 但是对于江慧 张飞似乎情有独钟 这一追就是二十多年啊 张飞甚至还非常认真地表白过 只是江慧没有答应 而对飞玉清 江慧似乎别有一番情意在 再一次飞玉清高雄演唱会 江慧秘密到场 在飞玉清唱完之后 现身后台 给足了飞玉清惊喜 飞玉清看玩笑地说 我以为花到了 人就不会来了 两人也是有说有笑的 在记者的逼问下 问是否愿意考虑飞玉清当老公 江慧说 如果两个人老了 都没有伴侣的话 飞玉清是个非常好的人选 我会非常非常非常愿意 连着几个非常 看得出江慧还是很中意飞玉清 哪想到飞玉清这个时候 乌王本色不改 没试过的地方 不知道她会不会满意 惹得江慧哈哈大笑 早前就有记者采访过江慧 关于飞玉清 江慧说 假如飞玉清向我求婚 一定会答应 飞玉清高兴了很久 两人认识二十多年 关系非常好 无话不谈 江慧也爆料 飞玉清曾经对张飞的两个儿子说 长大了别只顾玩 叔叔的墓 别忘了来扫一下 江慧阿姨就在我旁边 也要一起整理一下 江慧听了又高兴又好气 飞玉清和江慧两人都是票房的保证 但是两人从来没有同台献唱过 有一次特意两人的同台献唱 台下来了无数的粉丝 飞玉清幽默依旧 在台上妙语连珠 二姐江慧有点招架不住的意思了 直接向飞玉清来了一句 你要不要跪下向我求婚 撒得一手好狗粮 网友纷纷表示 在不在一起 这是要干嘛 网友们 你们怎么看 都说女人最大的秘密就是年龄 这句话在娱乐圈女性中 更是得到了坚定且执着的贯彻 尤其是有着洞灵女神之称的刘晓庆 她的真实年龄一直备受争议 接棒黄晓明的身高 成为了与成坤儿子生母是谁 齐名的另一个娱乐圈未解之谜 每一个女性都希望自己越年轻越好 然而娱乐圈中却有那么一位女星 与潘影子等年过半百的女星都在为年纪较真 发声明表示自己并没有网上宣传那么老的时候 她默默提交了真实个人信息 这个女星不是别人 正是曾经的台语天后江慧 入行后江慧凭借家后感情放一边 伤心酒店酒后的雨声西别的海岸 落雨声梦中的情话红线等多首快指人口的台语歌曲 一跃成为台语歌坛天后 并从八十年代火到至今 然而江慧最出名的却不是她的作品 而是她与张飞飞与清的感情纠葛 现年五十六岁的江慧 至今没有结过一次婚 恋爱次数也是去齿可数 更皆是以惨败收场 但这并不影响成为张飞心中的女神 不仅追求了她近二十年 多次在节目当中当众表白 还是那种单膝下跪 手捧鲜花的那种 甚至还曾叫儿子帮忙打电话求婚 可惜依旧没有换来江慧的我愿意 皆被打哈哈的敷衍了过去 江慧虽然对离异的哥哥张飞无感 但对于已专情闻名的弟弟 未予清却是情有独钟 两人是不仅是多年至交 更可以说是知己 不仅在音乐理念上相同 待人接物上也是极为一致 因此两人一直被视作金童玉女 就连张飞曾经都表示 肥水不留外人田 然而真当江慧与费玉清互许终生 约定老了都没有结婚 就在一起过日子 张飞又是伤心欲绝地表示 原来对手一直就在自己身边 却不自知 更是不死心地 再度隔空喊话江慧 拜拜汪台语 只愁老公 吃不空台语 再多考虑一下吧 事后让文言的飞与清与江慧 啼笑皆非 如今飞与清与江慧两人都已经不再年轻了 均是已经年过半百的老人了 不知道何时才能守得两人宣布粉红炸弹呢 加油啦 费玉清在歌唱界几乎是神一般的存在着 有着让凉三日的清亮嗓音 受到全球华人老老少少的喜爱 他唱红的歌曲非常多 比如《易见梅》 《孟陀琳》 《晚安曲》等等 费玉清不仅歌唱了的 他的口才也是一绝 幽默风趣 经常可以惹得众人捧腹大笑 但是私下的费玉清却是个谦谦君子 没有一点架子 就像费玉清说的 一个人有多么不正经 就有多深情 他的感情世界似乎一直都是个空白 自从和日本女星安景千惠解除婚约之后 费玉清就一直单身一人 但是他经常让人联想到一个人是江慧 江慧作为台语天后 今年56岁了至今没有结婚 尽管是这个年纪了 但是追求江慧的男人可不在少数 费玉清的哥哥张飞就是其中之一 张飞虽然是个性情中人 绯闻女友数不过来 但是张飞说他最欣赏的还是江慧 张飞曾经还向江慧认真的求过婚 只是很遗憾的是江慧并没有答应他 而张飞的弟弟费玉清似乎和江慧比较有缘分 虽然三人都是好朋友 但是江慧曾经接受采访的时候 表示费玉清如果向他求婚的话 他一定会答应的 两人更是无话不谈的朋友 费玉清自曝自己经常凌晨两点 找江慧喝茶聊天 一聊就是一个晚上 费玉清还不忘自己的幽默调侃 孤男寡女 警卫也没去通报狗仔 真是汗颜啊 江小姐根本没有把我当男的看 这当然只是开玩笑了 江慧还爆料 有一次费玉清 看着张飞两个贪玩的儿子就说 长大以后不能这么贪玩了 要给叔叔扫扫木 旁边就是江慧阿姨的 也要帮忙打理一下 这让江慧又大笑又高兴的 看得出两人的关系还是非同一般的 至少暧昧肯定是有的 两人在一次同台的演唱会上 费玉清一向是尿语连珠 幽默的不行 江慧都快招架不住了 直接逼婚费玉清 你要不要跪下求婚 台下更是一片祝福 这首狗粮洒的触不及防啊 江慧曾经也表示 如果两个人老了都没有结婚的话 费玉清是一个很好的伴 非常非常非常愿意 费玉清听后 乌王本色不改 好朋友互相关系正常吗 就是没试过的地方 不知道他会不会满意 江慧更是捧腹大笑 看来这是要互许终生的节奏啊 网友们怎么看呢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